妈妈,有两个时间,我看宝宝哭了,心里难受 不行,你上学 听话好孩子,我那样看着的 你难受我不行啊,我也难受 听话 我能把孩子看好 不回家,不能行,好上学 近日,草帽姐分享了一段与儿媳在接受谈话的视频 引发网友热议 视频中,儿媳称自己想回家照顾孩子 看见宝宝哭心里太难受了 草帽姐表示自己会好好带孩子,让她安心上学 儿媳哭着附近草帽姐怀里 草帽姐告诉她,不上学就没文化,会被人笑话 然后一把架,儿媳推出乱她上课去 过了一会儿,儿媳又跑了回来 草帽姐走上前大声吼着上学去 据饭饭了解,今年41岁的草帽姐是一位农民歌手 曾参加星光大道后的第五名的好成绩 演唱的歌也受到了不少观众们喜欢 草帽姐的一庄儿女和儿媳也非常有音乐天赋 都考上了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 她还经常上学孩子们演奏乐器的画面 一家人住在一起开音乐会非常热闹 如今看见草帽姐对儿子不上学的态度 不少人都给她教育孩子的方式很正确 纷纷为她点赞 对此,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